Dog Heads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在講7次音師4的Dr.Heaf 幾個月前我們曾經去力保賽道 去參加HONDA他們所舉辦的 11代優電喜美的公辦自駕活動 在當時我把他開具頂起來 詳細針對他的引擎、優電系統 底盤懸吊進行深入解說 並帶來賽道一山路的操架 如果你想要了解關於他這些科技技術表現的話 可以按上方的連結再去複習一下 由於上次公辦試駕的內容比較偏向於性能 反而節能表現比較少著墨 所以今天特別又把11代優電喜美再借出來試駕 同時要進行油耗實測 來看一看這部性能表現還算不錯的優電先輩車 節能表現到底怎樣 而且在這一陣子蠻多網友私訊我 說想要了解像是Toyota、Honda、Nissan 這三家日系車廠的油電 甚至電油系統到底有什麼差別 所以今天我們接著油耗實測的同時 來跟大家帶來關於這三大車廠的油電系統的 分享都是跟最好吃死不利 又來到特輝特里的冬季衣物持續販售中 今天天氣越來越熱熱 買一件衣服支持我們一下好嗎 就如開場所說 我們來開著11代油電喜美來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三峽的尾捷汽車 像是先前我們曾經來這邊 來執行關於FL5、FK8 Civic Type R的兩代Type R的比較單元 甚至像是五代、六代CR-V的企劃單元 都在這邊執行 因為傑哥他是一個非常專精 而且熱衷於HONDA車款的一個改裝達人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是開HONDA車款的話 來這邊把你的問題交給傑哥 他都可以幫你解決 而且在這邊你還可以看到 關於像是S2000、S2000CR、DC5、DC2 甚至各代的喜美這些經典車款 在這邊彷彿來到HONDA博物館 那為甚麼今天要來這邊呢 答案就是為了後面這部1972年問世的第一代喜美 那為甚麼要開了11代喜美來找1代喜美呢 我們常常講買HONDA的車子就是買引擎送車 然後這句話放在喜美上面更是沒毛病 你要知道當時在197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1代喜美才要進軍美國 他去遭遇了很大的問題 這問題就是當時發生石油危機 大家原本在使用的燃料瞬間變成戰略物資 所以閃油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而且當時還沒有像現在 有甚麼9295、98這種無牽器 當時都是有牽器 而且牽這個東西雖然可以潤滑引擎內部機件 但是它是無法燃燒 所以排出來會造成人體的非常多的有害物資 所以為了控制燃油省油性以及空污 美國他們就頒立一個叫馬基斯法案 然後要求所有上市的車輛都必須符合省油節能 而且低空污等等的條件 然後這個一推出之後 當時美國像是克萊斯特福特通用騎車全部投降 但是呢 這個HONDA第一代CIVIC 它就以獨特的CVCC 不合窩窩燃燒技術來突破這個法案 然後順利在美國開賣 那甚麼是CVCC 不合窩窩燃燒技術呢 我們來詳細跟它解說 一代洗美它的引擎排氣量是169CC 然後它可以輸出54匹的動力 配四速手排 車重只有680公斤 所以它開起來的牽引感是有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時候 當時大家車廠的引擎還是大部分是採用鑄鐵 當時它已經採用鋁合金 所以它輕散熱性也可以很好 那甚麼是CVCC 複合窩窩窩控制燃燒技術呢 一般來說 我們一個引擎裡面一個氣缸 都配上一個燃燒式 但是呢 這個CVCC它是利用兩個燃燒式的概念 它是甚麼樣的設計呢 它這個設計其實是有點接近柴油引擎的預熱塞 它在火星塞旁邊有個小型的燃燒室 那當然還有一個由活塞壓縮的正常燃燒室 所以當我們汽油從空氣流入燃燒室之後 這個比較濃厚的油氣呢 它會比較集中在火星塞旁邊 那反而呢 大部分比較稀薄油氣的空氣呢 是在主燃燒室這邊 但是這個空氣過於稀薄 所以它正常點火可以點不開 所以它可以利用旁邊這個小的燃燒室 裡面油氣比較濃的設計呢 火星塞來點它來燃燒之後呢 這個火會急劇的往旁邊去延伸 把旁邊油氣很少的主燃燒室的空氣 給燃燒乾淨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達到稀薄燃燒的技術 這個科技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厲害的創舉 所以它不僅可以克服嚴苛的馬基斯排放標準 甚至可以一舉提升到1975年的標準喔 而且它也不用透過像加裝什麼 觸媒啊等等這些東西 去光靠引擎技術就可以達到這樣標準 所以因此也讓Honda Steve一炮而紅 第一次推出進入美國 就創下不錯的家機 而且克服這些美國車廠沒有到達的境界 那在講解完關於它這一點科技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50年後的今天我們開了11代油鏈喜美 它的油耗表現到底會多厲害吧 日系三大油電系統介紹 第一個介紹當然是大家二手能詳的Toyota Hybrid 我們先不說PHEV的插電是油電好了 以一般的Hybrid系統來說 它們大部份是利用一顆出力比較大的引擎 再搭配一顆出力比較小的馬達來搭配組合 所以在我們低速行駛市區的時候呢 大概在時速60之前都是純電行駛 這樣子引擎不用發動 不用浪費於低油 就可以達到很不錯的油耗效果了 等時速再高一點的時候 這時候引擎才出力來接手 而且這剛好也是引擎比較省油的出力帶 所以這樣子搭配組合來說呢 其實算是最省油的狀態 第二個就是Honda EH-EV 其實它的組合跟Toyota有點不同 它是以一顆出力比較大的馬達 搭配出力一顆比較小的引擎來做組合 例如像是CV-EHEV 它的馬達出力184P 但是它的引擎是143P 所以明顯它是以馬達為主的出力來源 那當然馬達出力當然是比較迅速之階 你可以帶來比較有感的加速動態 而且當你時速甚至可以超越到80 甚至更高的狀態之前 都是由電動馬達來做主要的驅動來源 那當然輸入再高之後呢 就有引擎來負責接手囉 那至於Nissan的E-POWER又是怎樣呢 它是純粹由電動馬達做為主要的出力來源 所以它開起來最像電動車 也簡單來說它就是一部電動車 但是至於它的引擎的功能呢 是用來燒油升電 所以它引擎在燃燒汽油之後呢 會把它轉成電燃儲存的電池 或者是直接提供給馬達 作為主要出力來源使用 所以它的引擎的出力會降的比較小 那這樣子呢可以也達到省油的效果 日系三大油電系統節能表現解說 我們先從節能表現來說好了 其實Toyota Hybrid 是三家日系車廠中最省油的設定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前面所說的 你的低速是由電動馬達來推動 那當然引擎在低速是最耗油的 所以由馬達出力來接手呢 是最棒的狀態 那當你的時速可能五六十升更高之後呢 這時候再由引擎來接管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喔 Toyota的引擎呢 它大部分呢是採用阿特晶升循環 我們都知道阿特晶升循環呢 是利用稀薄燃燒的技術喔 簡單來說就是呢我噴少少的汽油 但是我把這個掃掃汽油完全燒乾淨的這個技術喔 這樣子會讓你車子即便引擎發動也可以非常的省油 而且載著喔 它的馬達出力比較低 換言之呢它的耗電量也比較低 所以呢它並不用常常利用引擎去發動燒油的方式來獲取電量 它可以透過下坡煞車回充電力的方式呢 就可以讓電動馬達一直有電來使用 而且再者像是Prius這種油電混合的車型 它的外型呢非常的流線 低風阻 再者它也可以利用一些低阻抗的輪胎去搭配組合 所以可以去造就出它相當節能省油的設定喔 那至於HONDA的EHEV 它是一個比較大出力的馬達來做搭配組合 就像私家CIVIC EHEV 它的馬達有184匹 所以代表說呢 它很多時間都可以用電動馬達作為主要出力來源 甚至時速在80、90 甚至更高的時速之後呢 引擎才會接手 就代表說在這時速之前 都是由馬達推動 引擎不用發動來耗一滴油 但是也因為馬達出力比較大 所以它變得比較需要吃電 單純的動感回收可能有點不夠 所以引擎發動來產生的電能 但好在這引擎還具備很多科技 例如它一樣採用阿特晶升循環 而且它熱工作效率高達40% 所以代表說它的節能效果也相當的出色 所以多少人能夠讓它的油耗表現呢 可以得到一些不錯的feedback N31E Power它是純粹用電動馬達作為主要出力來源 所以它的電動馬達出力也比較大 當然開起來比較直接 但是你馬達出力大 就代表說你的耗能也比較大 所以當然需要更多的電力來做驅側 所以除了一般的動能回收之外 你的引擎呢 更必須要長長的發動作為 升電力的來源 你要提供給電池電力 甚至給電動馬達電力的使用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開著X-Trail E-Power 甚至Kids E-Power 引擎它的啟動還蠻頻繁的 雖然它原廠可以設計一些 比如偵測你的一些行事噪音啊 輪轉速啊 等等這些的行車狀態 讓你引擎偷偷的發動 不要讓你感覺遲到 但是你引擎燃燒汽油 不是作為推動車子的主力來源 而是為了充電發電 坦白說這也是一種能量的浪費 雖然它所配置的引擎 都有可評價說比的功能 甚至有種種的一些黑科技 讓它的熱工作效率給高達42% 甚至更高 但是引擎常常啟動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以節能角度來說 E-Power並不是最厲害的 日系三大油電系統性能解說 其實油電混合車子 你要開起來性能 最主要就是馬達的出力力要大 因為馬達它不像是引擎 需要靠轉速去累積才能獲取比較明顯的加速度 電動馬達幾乎你踩下電門之後 你的動力立刻可以近乎零時差的快速起來 給人相當強勁的扭率 以及後繼的延伸性 但是因為油電混合車子 它的馬達的動力 它並不像純電動車來的那麼強勁 它的高轉速的表現 還是必須給由傳統的內燃機引擎之類 中高轉速延伸性來做搭配 所以我們可以從Toyota的設定來看 它的低速是由電動馬達出力來說是沒錯 但是因為它馬達的出力力比較低 所以在中高轉速就有引擎來接手 但是我都知道 阿特金森循環的引擎 它的訴求是節能而不是性能 所以我們可以從 比如說阿提斯油電好了 它的排氣量是1.8升 但是它的馬力只有122匹 你會發現如果這件是奧圖循環的引擎的話 它的引擎輸出有可能就140-150匹 甚至更高 所以你以節能引擎作為中後段的主要出力來源 那當然不會有太多性能的期待 所以Toyota的油電系統 它的節能表現是最厲害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放在性能角度來說 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所以按照這個馬達出力大的概念來說 在Honda上面的EHEV 它的加速感覺就比較出色 例如像是Civic EHEV 它的電動馬達180匹 所以當我們踩下電門之後 你會發現加速的推力非常有感覺 而且這次我還特別在進行加速實測 當我們把它的電池充到全滿狀態之下 我們利用它獨特的彈射起跑功能 即便是雨天 我還測到0-170.06秒的數據 比先前我在公辦試駕測了7.6秒的成績 還要快了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善用它電的出力的狀態之下 你的加速性能是非常的亮眼的 但是就像前面所說 雖然它的電動馬達的出力變大了 它並不像是純電車那麼驚人 所以它在中高轉速之下 還是得靠引擎來做接手 不過好在CV Intense EV 它的引擎排向是2.0升 140多匹的動力也沒有算是太差 所以當我們時速進入894 甚至更高的行程之下 你會發現它動力流就引擎會有一個齒輪 所以這代表說它可以作為主要出力的來源 對於中後段的加速延伸性的表現 它可以接力在VETMARDA之後 可以作為更棒的後續延伸的表現 所以以性能表現來說 它不僅低速加速非常有利 就算是中高速也可以透過馬達出力比較大 甚至後續引擎的出力來做銜接 所以可以創造出蠻均衡的全區域的加速感受 至於Nissan的E-POWER 因為它是純粹馬達出力為主 所以它當然開起來最為強勁最為有感 還記得上個月我去試駕KISS E-POWER 你看這CUV小小的車身池吧 也算輕盈的車種 配上電動馬達136P的出力 強勁的能力輸出 踩下去車子力會往前急射的出 跟一般1.6升汽油版本的KISS 有著天差地別的性的表現 所以Nissan的E-POWER 當然開起來是最為帶勁最像電動車 但是我們都知道 畢竟你這個油電車的電動馬達 你的處理即便再大 你還是沒有像是純粹電動車 那麼大那麼強勁 而且在馬達的高轉速的表現上面 也會隨著你的轉速越高 你耗電量餘越大 然後連帶的也會讓更耗油 所以像是X-REL E-POWER 你看它前後軸都有一顆馬達 它理論上加重起來 中銷速度可能動輸了兩三百 甚至是更高的速度 但是為什麼它把線索在兩百多匹 就是避免你的電動馬達的處理太大 代表說你引擎更常的需要 常常發動去燒汽油 來換得你所需要的電力 所以它才會將動力進行線索 而且相比起HONDA或TOYOTA 它們在中高速還有引擎負責接手這樣設定 反而KISS E-POWER在高速部分 就沒有引擎來做接力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在低中 中高速的表現是很強硬是沒錯 但是到純粹高速的時候 它的表現就反而沒有像前面那麼出色了 那講解完了日系三大車廠的油電混合系統的結構 以及我們從性能以及節能這兩大層面探討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CVXEHEV的油耗測試啦 那當然起點的疑點是在石鼎加油站 我們把油加到跳停 以及把里程歸零之後就開始進行上路測試了 由於一開始都是上坡的關係 那當然它的平均的油耗並沒有到十分漂亮 那一公升跑十五十六左右的水準 但是也因為前面本身就已經把電子含充滿了關係 所以隨著坡度開始逐漸減緩到達坡頂平臨的路段的時候 大概一公升可以跑到十八十九左右的水準 而開始進入雪碎之後 它的油耗表現就一路向上成長 因為我們都知道因為雪碎你要南下的話 基本上是一連串的下坡 也好在你存了一些電力 所以在下坡的狀態之下 你幾乎長時間都是引擎沒有發動 有純電狀態進行行駛 而且就算是引擎偶爾發動一下下 那大概也是稍微推動車子一下 而且它可以順便幫電子在補眼電 所以你會更長時間都是沒有用 一定有狀態進行行駛 而且到達雪碎出來到礁溪交流道之前 甚至一公升從儀表顯示到可以三十多公里的水準 也相當的厲害 不過接下來因為我們一路要到蘇澳路段的關係 一路上大概是很多層面是在爬坡的路段 所以它的油耗數據一路要下掉 掉到大概二十五左右 不過在繞回蘇澳休息區在一路北上之後呢 它的油耗其實也算是蠻穩定的 一路的稍微有所增減 當我們結束高速油耗的測試 到達終點日速印象咖啡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平均油耗 一公升已經可以跑二十三公里左右的水準 而且我們已經跑了七十九公里的距離 以這個成績來說我覺得已經相當不錯了啦 接下來的低速油耗測試 當然是從日速印象咖啡開始 一路往上走北移往上攀爬 由於接下來的坡度其實還蠻陡 所以它的油耗的數據呢 從剛剛下降到一公升二十三 一路往下開始掉 一直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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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最高點茶葉蛋的時候呢 大概一公升可以跑九點五公里 坦白說其實還算可以啦 但是接下來因為是一連串的下坡之後呢 它的油耗又開始量開始出色 就是像前面所說的 它可以利用電力的推動車的方式呢 讓你已經盡量減少出力的負擔 甚至可以讓下坡回收的電能 可以儲存來作為驅動電力的主要來源 所以它的平均油耗呢 就一路的成長 大概可以賣入到十三十五甚至更多 不過呢在我們要準備接入106移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哇在施工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是得乖乖的繼續走北移 然後直接從北移往實定方向去切出去 而在我們回到10.0加油站的終點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行事里程呢 低速跑了58.4公里之多 而且油耗的成績也因為一開始很繁複的上坡 那接下來長距的下坡之後呢 其實油耗成績呢反而有了不錯的成長 反而到最後呢到加油站 加油之前呢一公升可以跑20.4公里的水準 也相當的亮眼 最後呢我們當然是把車子再去加油把油補滿 然後我們發現喔這次我們一共跑了137.5公里喔 從電腦數據來看喔一公升呢是跑22.2左右的水準 但是我們從實際的加油去除上以乘數來看呢 它的平均油耗呢是21.27的成績喔 坦白說啦以這將近140公里又重合高速低速的成績來說 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經過我們這次的針對CVH1EV的綜合油耗測試 以及0百炸速測試之後呢 我們再服務以日系三大車廠油電系統的詳細解說 因為發現CVH1EV它是整合Toyota的閃油 以及0百炸的性能兩者於一身的存在喔 因為畢竟喔在我們綜合高低速的實測喔 你可以發現它平均油耗給21公里是多 真的是更高 那當然0百時車可以高達7秒整的成績耶 坦白說這以一部油電車的標準來說也算是相當出色了 而且以HONDA車款來說 它向來就是會給駕駛人比較明快直接的一些駕駛感受 例如即便你現在是油電車但是它還是會給你模擬加速省浪 甚至換檔加速的頓挫感覺 讓你彷彿好像在開一部純油車的感覺 那當然如果你要開的像是純電車 只要把模式切換到Econ之後呢 它就可以給你近極無神的一種駕駛體驗喔 至於這次CVH1EV在重新導入國內 不僅讓人重新認識到喜美 而且見識到HONDA EHEV的厲害之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CVH1EV之後呢 CVH1EV的車主就可以開通HONDA Connect功能 這個東西其實就跟6代CRV上面是一樣的 你可以手機的APP跟車機進行整合 所以關於車輛一些行程的數據 甚至之後需要維修保養 甚至一些回廠的資訊 你都可以第一時間的了解 而且還可以整合你的導航功能 你可以清楚知道車子現在位於何處 可以進行更深度的控制 而這些功能你只要回到原廠了 有原廠機是幫你開動你就可以擁有了 以上就搭退Factory 針對HONDA CVH1EV的試駕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下支影片見 直播剧場的影片 我先來一個阿翔 去看吧 在影片見 在影片見 我在影片下支影片見 在影片見